这个女生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 老师见到她都直接愣在原地 直到被提醒才反应过来 这个女孩是个渣女 是学渣的渣 就连小学的试卷都考了个零压蛋 这样的学生显然已经废了 但是就连杀杀自己也想不到 她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从一个考零分的学渣 逆袭成为超级学霸 并一局考上了日本数一数二的顶尖大学 更离谱的是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她没有天赋也没有运气 更没有家庭背景 有的只是比普通人更努力更拼命 那么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这个可爱的小女生上学第一天 就被几个爱美的小萝莉盯上了 她们将女孩一把拖到墙角 然后把她的裙子往上提了提 并温柔地告诉小女孩 把裙子卷短一点会更可爱哦 还将女孩更多变漂亮的方法 从此以后 她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她们一起除了学习什么都干 转眼之间 几人上了高中 她们的大腿越来越长 裙子变得越来越短 成绩更是一落千丈 她们也被分到了全校最差的班级 老师在台上讲课 她们就在下面化妆 她们白天浓妆艳抹 晚上酒吧蹦逼 尽情挥霍着自己的美好青春 父母对她也是无可奈何 因为她早已习惯了指责 压根不放在心上 该吃吃该喝喝 一觉睡到大中午 这一天 老师上课搜到了小沙的烟 吸烟是学校明令禁止的 于是她就被带到了校长面前 校长让小沙供出其他吸烟的同学 很快 小沙的妈妈也赶到了学校 没想到妈妈却说自己为小沙感到骄傲 吸烟确实不对 但是小沙自始自终 没有把自己的好朋友供出来 最终 小沙就这样被厨以休学查看一个学期 妈妈不想看到女儿这样颓废下去 就给她报了一个补习班 听说这里的老师非常厉害 关键是无论是学渣还是学霸 她都一视同仁 每个被她辅导过的学渣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小沙考了个零压蛋 而这个老师却说 但是你把每个空格都填满了 老师独特的鼓励方式让小沙很开心 装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由老师夸自己 接着老师让她定一个目标 老师说梦想还是要有的吧 万一实现了呢 要不就填庆应大学吧 那里集中了全日本的帅哥 你一定会喜欢的 小沙难以置信地望着老师 要知道 在日本 庆应大学排名第九 能考进去的都不是普通人 回到家中 小沙告诉妈妈 她将来要去庆应大学了 妈妈说哪个庆应 小沙还去找了自己的好朋友 向他们分享 并表示现在的自己是小学四年级的水平 第二天 小沙来到补习班 而这里的老师并不是传统的教学方法 她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点对症下药 充分激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比如用游戏的方式去背英语单词 如果没有答出来 就让她去做卸妆惩罚 重重做到了享受学习的过程 可是当她活到家里 父亲又开始对着她冷嘲热讽 她打小就不看好小沙 觉得给她报补习班就是浪费钱 她更愿意把精力和财力放在儿子身上 人争一口气 佛真一注香 父亲的冷漠行为让小沙更加充满力量 她一定要证明给父亲看 随后她开始更加努力 每天她总是第一个来到补习班学习 老师新奇的教育方式 让她对知识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她每天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 终于赶在暑假前完成了初中的课程 新学期到来后 小沙终于返回了学校 班主任却依然瞧不起她 当得知小沙报考了庆营大学后 老师和全班人都发出了嘲笑声 其中一个女孩问老师 如果小沙考上了怎么办 老师说如果考上了 她就脱光在操场上走一圈 就这样 小沙放着全班的面与老师立下的对赌 后来 她得知小沙上了补习班 才会在课堂上睡觉 便气势凶凶的找到了庚田 因为这个老师就是他们学校辞职的 便说这些学生 就算是爱因斯坦在世 也无法让他们考上大学 劝她不要白费力气 不要再让小沙白日做梦了 不要给一个垃圾定这么高的目标 否则会摔得很惨 而庚田则说道 我认为世上没有不行的学生 只有不行的老师 这老师凭借一己之力 把小沙和庚田老师的斗劲 全部激发了出来 而这些话 恰好被一旁的小沙听见 小沙瞬间失了眼眶 她没想到老师对自己这么大的期望 第二天 老师找到小沙的母亲 并告诉她 小沙现在能考上轻硬的概率很低 除非一周补习六节课 随后 老师的父亲递给她一个信封 老师告诉她 信封的钱就是你这个学期的补课费 你的母亲为了策钱支持你学习 不仅到这借了很多钱 还每天坚持打了好几份工 而闺蜜看到小沙这么努力 也打算和她结束朋友关系 而这并不是绝效 是为了让小沙能够更加专心的学习 只要小沙顺利考上大学 什么样的分别都是值得的 小沙哭了 就这样 小沙更加的努力 这一次她一定不能输 为了提高阅读理解 女孩在墙上贴满了单词 而为了写好小论文 她连最讨厌的新闻都成了饭后必看 小沙的成绩突飞猛进 直到她看到了庆英大学的入学真体 这地狱级的难度 让她终于意识到了 自己和这一所学校的差距有多大 心里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她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努力 也不会有希望 这时老师走过来安慰她 并拿出一枚鸡蛋 问小沙信不信鸡蛋能立起来 那么圆根本不可能 可随着耕田不断摆弄 鸡蛋真的立了起来 看着女孩吃惊的样子 耕田严肃的说道 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只有真的拼命努力过 才会明白自己的边界有多么宽广 她坚信小沙一定可以考上 日本顶尖的大学 小沙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既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差距 就必须更加的拼命 小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让闺蜜剪掉自己的长发 擦去以往漂亮的妆容 排除一切的杂念 把精力完全放在学习上 随后还把短裙换成了宽大的运动装 苦闷的时候就抱着被子大哭一场 然后擦干眼泪继续学习 每次模拟考试 小沙都会全力以赴 可现实终究是残酷的 她的成绩一直在录取线上下徘徊 有时甚至不尽人意 终于小沙崩溃了 努力过后得不到结果 在坚持和放弃的边缘挣扎 耕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那晚天下起了大雨 女孩浑身被淋透 委屈的泪水浸满眼眶 当她看见辛苦工作的妈妈时 压抑已久的情绪崩溃了 在母亲的安慰下 小沙渐渐平复了心情 接着她看见弟弟走入了自己的后路 和一群小混混天天混在一起 便指责她为什么要放弃自己 弟弟则说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现在不也一样放弃了自己 和我有什么区别 弟弟的几句话瞬间把她给骂醒了 第二天 妈妈就陪小沙来到了这一所学校 他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学习氛围 学生个个都非常自信 每个人的脸上都散发着微笑 小沙意识到 这不仅是一种美好的校园生活 更是一条通往未来的出路 她的心里显然已经有了答案 回去之后 小沙连夜赶到了补习老师这里 她为自己曾经想放弃的念头 向老师道歉 她说 人生的路上本来就有无数的困难与挫折 不再逃跑 勇敢地面对 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老师欣慰地鞠躬做出回应 随后小沙开始心无杂念地冲刺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 也就在伺候一次的模拟考试中 她拿到了C加的冲击 也就是说 她有50%的几率能考入庆英大学 当父亲看到这一份成绩单后 眼神里充满了惊讶与不可思议 就在最终大考的这一天 外面下起了暴风雪 通往考场的高铁也被封掉了 就在小沙不知所措时 父亲从公司请假跑了回来 并说自己已经给轮胎装上了防滑链 这么多年以来 小沙还是第一次坐父亲的巴车 父亲从始至终只关心自己的宝贝儿子 对两个女儿除了打击就是冷漠 没想到今天父亲却做出了这么温暖的举动 并大喊着让小沙一定要加油啊 小沙在考场全力以赴 碰其勃发 不慌不忙的稳重答题 考试中还不断的回忆老师的教导 知识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比的就是心态 最后 小沙胜利完成了所有考试科目 小沙终于解脱了 她又变回了那个爱美的女孩 把这一年所有的压力通通释放了出来 回到家里几天后 就到了查高考成绩的时间 小沙紧张的面对电脑输入学号 母亲在客厅默默的祈祷着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没错 她考上了 此时的老师们也在焦急的等待着结果 看到小沙的到来 老师非常紧张 直到小沙哭着跟她说成功了 才如释重负 他们一起庆祝 这是属于他们的胜利 在毕业典礼上 学校的老师信守诺言 完成了裸奔 在开往东京的当天 爸爸又向小时候背起了小沙 妇女间的隔阂在此刻也烟香亦散 小沙读着老师写给她的信 自信的奔赴着不一样的未来 老师站在列车的必经之路上 尽情的挥舞着手 纵别着她最成功的学生 故事的原型叫做小林一眼沙 她至今还和补习老师是良师一友 好了 我是冰糖 下期见 拜拜 拜拜